这个巨大的棺果里出土了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女尸 马王堆心追夫人 她为何能两千多年尸身不服呢 墓穴深入地下二十米 相当于现在的六层楼 木裹放置在底部 外面用了白糕泥和木炭密封 白糕泥厚度超过一米 粘性强强度大 几乎不会渗水 木炭用量超过一万斤 能防潮稀湿 保持墓室干燥 同样的方法 在南方大木中也曾普遍使用 但为何只有马王堆有这样的奇迹 所以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四米多高的木果 用了七十块千年山木拼合而成 不用一颗钉子 却做到了笋和紧密 没有一丝缝隙 底面还有四层像套娃一样的内观 全用生气密封 掀开最后一层盖板 瞬间涌出一股难闻的酸臭味 心追全身裹着二十层丝绸 漂浮在四十多公斤的神秘茶色液体中 这种官叶成分非常复杂 含有乙醇乙酸水银和中草药 能起到杀菌抑菌的效果 这种恒温恒湿 无菌缺氧的环境 符合了防腐的全部苛刻条件 不仅如此 解剖后还发现了一个重要原因 专家在心追脑髓中 检测出了水银残留 当时的西汉贵族 流行把水银当成长生不老药服用 虽然有剧毒 但对尸体能起到防腐作用 她下葬的时间 只比秦始皇晚四十年 是西汉长沙国丞相利仓的夫人 年龄五十岁左右 死于胆脚痛引起的急性心肌缺血 在胃里发现的这一百三十八颗 没有消化的甜瓜子 就是她最后的晚餐 交易者的独立 陈国 宝贝族 决定 权